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海口 发展自然好 但是领土贫瘠 出海口还被堵死 那发展就惨了 最典型下面这国家 领土面积比邻国大一倍 但是出海口却几乎被邻国堵死 邻国日益富裕 但自己却日益穷困 这个悲催的国家就是非洲第二大国 世界领土大国刚果民主共和国 位于非洲西南部区域 首都金沙萨 为了跟兄弟国家区别 因此简称刚果金 面积超过234万平方公里 人口近8000万人 从整体的规模来看 刚果金那是非洲最主要的国家 最强悍的国家 其领土面积是邻国安哥拉的二倍 安哥拉领土才100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也才2000多万 所以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 从这些条件来看 刚果金肯定比安哥拉要强悍富裕 但是其实不然 我们打开地图 可以看到刚果金的悲剧 这个国家领土虽然广大 但是看起来却像一个左开口的瓶子 而且瓶口非常小 更悲剧的是 安哥拉从南北两个方向将刚果金堵死 南部是安哥拉本土 北部是安哥拉菲蒂卡宾达 整个只留了中间30多公里的出海口给刚果金 直接堵得死死的 因此 造成的格局是安哥拉出海口多达几千公里 但是 刚果金几乎就是内陆国 或者准内陆国 而因为出海口的失去 刚果金在发展上 那是严重受限 一者无法享受沿海的游戏资源 二者也不利于发展贸易 而这两点 正好被灵活安哥拉占据 在卡宾达沿海蕴含巨量的游戏资源 而且 安哥拉巨大的出海口 带来贸易的发展 因此 安哥拉发展那是日新月异 日益发达 现在是非洲发展最繁荣的国家 经济总量跃居非洲前列 人均GDP超过了五千美元 在非洲那是算非常富裕的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但是悲亏 被毒死的刚果金却是日益消沉 到现在 人均GDP还不到安哥拉的十分之一 只有四百多美元 是世界上最穷最穷的国家之一 在非洲都是垫底的穷 因此 很多刚果金的人就很不满意 看到那个憋屈的海岸线 就只能摇头 对于安哥拉的不满 也是非常明显 所以啊 刚果金地方大 人口多又有什么用 被安哥拉一块飞地毒死 只能受穷了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请关注 还原历史真相参考文献 刚果金历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